如果一隻教士能殺到三隻工兵就賺了 你知道嗎 三隻工兵你每做一隻工兵要花 幾秒 22 20秒 算20秒好了 你殺三隻他等於要花一分鐘才可以把他的經濟補還 那你一隻工兵一分鐘可以採60塊 誒50 誒5 一分鐘可以採50嗎 50還60 16 16隻工兵可以採800 那一隻工兵一分鐘可以採多少 16隻採800 一隻採15 那麼少 15嗎 不對阿 不對阿 5155630 50 對阿一隻工兵可以採50 所以說你三隻工兵就採150 三隻工兵一分鐘可以採150 那你第一隻死掉那隻會少 誒第三隻死掉那隻會少採 會少採150 第二隻死掉會少採100塊 然後第一隻死掉會少採50塊 也就是說你會少三百塊 然後你還要死掉三隻工兵的錢 總共是 總共是150 總共是450 但是那個蟲竹的卵一次是噴三隻的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算 我們當作他一次的卵是噴三隻的 所以說三隻工兵少採50塊一分鐘 噢沒有他只要20秒就可以生出來 所以說我們要算20秒 對20秒的話一分鐘是50塊的話 一分鐘是50塊的話 20秒就是少採大概17塊 17塊 17塊乘以3等於 51 51加上150 所以我們等於是 殺一隻教士換他三隻工兵 等於是賺了200塊 然後加上他三個卵 你們覺得我划算嗎 殺一隻工兵去殺 一隻教士換200塊加三個卵 我覺得蠻賺的啊 我覺得蠻賺的啊